大家好 我是小强 先祝各位小伙伴们中秋节快乐 其实我昨天找了一天和月饼有关的恐怖片 但找了万天都没找到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介绍一部和末班车有关的恐怖片 鬼巴士 影片一开始介绍 在香港某地有一趟诡异的末班车 这趟末班车的司机叫做大侠 他每天晚上都开着一辆没有乘客的公交车在大街上瞎转 这天新手司机在开末班车时收到了很多的鬼钞 大侠告诉他 不要紧张啊 那些鬼钞烧掉就可以了 来 你请我吃个夜宵啊 我给你讲几个关于末班车的诡异故事 这时胆小的小伙伴们请把手机拿远一些 后来经过他们的聊天得知 原来在多年之前的一次公交车车祸之后 这里就有了很多不想投胎的阿飘在公交车上吓唬人玩 尤其还有三个最容易见鬼的座位 这样时间一长乘客们也少了很多 最后在大侠的帮助之下 他们和阿飘做了一个约定 每天晚上大侠开着末班车带着他们在城里瞎转 而且还时不时的给他们来点业余的文化活动 例如唱个戏什么的 这样一来阿飘们就不在公交车上吓唬人了 当然新手司机也不太相信大侠的说法 最后在大侠的帮助之下 新手司机也看到了恐怖的阿飘 这也让他相信了刚才大侠所说的那番话 然后后面一转 专业爬手米糕正在计划着一次爬窃行动 同时也直接导致跑路的成本过低 大哥羊抓住了一名小弟 外加一名小弟死亡 而大侠这边依然在开着那趟诡异的末班车 阿飘们也得知了一些他在寻找米糕的消息 因为鬼魂们都认为是米糕害死了他们 所以这样一来导致阿飘们的愤怒值上升 大侠被打晕在了公交车上 最后阿飘司机开着这辆末班车在大街上宰客 而这些乘客并不知道 这辆公交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尤其是那几个最容易见鬼的座位 这群作死青年还打赌要坐上去看看 能不能真的遇到鬼魂 好了这些并不重要 后来大侠找到了米糕 经过和米糕的聊天得知 之前大哥羊很喜欢小玲 但小玲只喜欢米糕 所以他和大哥羊之间也有过一些过节 而在追赶公交车时却被司机误认为是一次飙车 所以他们的车速也是相当的快 最后公交车撞上施工车辆 导致公交车跌落悬崖 但司机曾经是看到过米糕 所以他要乔装打扮一下 才能搭乘末班车与小玲相见 最后米糕被打扮成了一位身有残疾的盲人 经过阿飘们的一番辨认 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认出米糕 但米糕毕竟是个活人啊 所以阿飘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感 最后大侠说情外加通灵 米糕终于和小玲相见 但他们两个人聊着聊着就开始亲热了 眼镜和帽子一摘 阿飘们也认出了米糕 最后鬼魂们献出原形和米糕死磕 但在大侠的帮助之下 鬼魂们是不能把他怎么样的 所以他们打算要偷袭米糕 深夜时分阿飘们找到了米糕 同时大哥羊他们 所以大侠很快就解决了这边的阿飘 虽然油炸鬼魂现在看起来有点假 但当时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影片的最后米糕向小玲提出了求婚